大家好,欢迎收看《行家论股》,我是梁思祥 大文化石油决定,在亚币生产的共享协议收入 停止向沙巴州政府支付5%的周销售税,SST 因为这些石油主要是运出到纳敏原油码头卸货出口 而当地是属于联邦直辖区 假设原油价每桶100美元 以及亚币生产的共享协议年产120万桶 大马投行估计,当花石油停赴SST之后 2023财年的核心净利将会增长1% 此外,公司本财年末期盈利将大幅浮苏 因为北沙巴的出货量和REPSO资产的贡献增加 不过,在取得实际的盈利和产量稳定之前 该股的交投情绪将维持疲弱 基于盈利涨幅不大 我们维持目标价1令吉42千 以及守住评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